自从杨米签约迪丽热巴以后,热巴像开了挂一样,特别是出演三生三世十里桃花,和从一节目奔跑打之后,迪丽热巴的人气更是一路水涨船高,热巴这个女孩子可以说没什么好挑剔的了。 不过拍戏时,也被男主嫌弃过,这究竟是怎么回事?老大当张彬彬和迪丽热巴合作,其实明月令人心事,在某节目直接喧弃热巴体重,对于热巴这样一个女生,她可是一点面词,也没有给她留。 张彬彬说热巴参加跑男回来后,体重明显飙伤,没去跑男前,能轻轻松松的抱着热巴,但是跑男之后,抱上几秒就感觉很吃力了。 后来张彬彬实在抱不动了,导演无奈的说,让替身上吧,后来她那段戏,确实使用了替身完成的。 之前在跑男的时候,不少网友说热巴是在招吃货人设,想必这次应该是打了那些网友的脸了。 甚至有一次在参加快乐到本营的节目中,所有人都放下了食物,唯独她一直舍不得放下。 在分跑吧兄弟节目中,热巴也是特离不开美食,让我们一起看看,娱乐全是这样评价迪丽热巴特别爱吃这件事的。 前世导演,不说话就吃东西,嘴巴不累吗?高尾光,让我们热巴想吃东西,好像不太可能吗? 邓伦,以前就听说热巴很爱吃,这次见到了,是真的好能吃。 对于热巴,除了拍戏之外,最大的兴趣就是美食了,不是在拍戏,就是吃东西,看到美食眼,听会发光。 兄弟一直拿着各种零食,喜欢吃就吃,比起那些拿着美食摆拍的女明星,热巴真的是真实多了,看来庞迪还真要注意一下自己的体重了。 再遇到这样不留情面的搭档,还真是有点尴尬了。